他的访华最主要的看点还是关于美朝首脑会晤的情况的通报 会出现哪些不同意共同声明的内容 但是根据现在的报道来看并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中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合作的面 合作的意愿还是强烈的 至于说如何来落实美朝首脑的这个峰会的这个声明呢 这需要有关的部门具体去操作 在今天的这个彭妙访华各种中 关于这方面并没有透露出来 另外一点就是关于中美的这个贸易不平衡问题 因为明天据说美国就要出台这个具体的这个征收关税的一些名单 那么刚才在记者招待会上 这个王毅外长和彭妙国务卿双方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表态 那么也没有太多的心意 美方还是强调这个所谓他的这个贸易的这个公平性 中方的是强调要达到一种共赢而不是共输的局面 那么从这方面来也可以看出呢 中美这个贸易上的摩擦问题还是很严重的 至于如何来解决 我想还是需要由中国的商务部和美国的商务部已经财政部 具体来磋商 具体来沟通才能够有最后的结果